2022年,国产大飞机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去年交付延期后将要在今年实现量场和交付 然后波音复飞验证正在进行中 有可能在今年就实现复飞 也就是说C919在落地的那刻起 可能就要面临国际超级巨头的竞争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C919大飞机 C919的争议一直以来非常大 有人说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大飞机 是中国航空产业变革的开始 也有人说它挂羊头卖狗肉 除了外皮全是进口货 根本不能惯以国产的名号 这种争议几乎谁也无法说服谁 知识的人会说 波音和空客都没办法实现百分百国产 更不要说中国是后起之秀了 而且全球供应链模式 更多的是为了试航证的考虑 也有反驳的说 如果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将来就会和芯片一样被人卡住脖子 废都废不起来 还谈论什么史上证 C919就是伴随着争议 一步步走到现在 即便国产化率达到60% 却仍然还是没办法满足所有国人的期待 如果把这些争论都收集起来 估计时间半个月都很难说完 而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核心 C919还算是国产大飞机吗 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说下这个问题 有些人质疑 连发动机都是进口的 C919真的配得上国产称号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但是一个某湖公知的亲身经历 却给出了完美答案 在一个C919大飞机的问答下面 一位精英留学生留言说 我在英国留学 学校主要是和空课合作的 空课这边是结合了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的 十几个国家的研究人员 共同开发飞机 而中国则是憋了十年 自己搞自主研发 两者对比的话 西方研究是融合了十几个国家的智慧 是一个整体 讲究的是合作 而不是所谓的自主研发 言外之意就是 国产C919技术还很落后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 他还举了个混动的例子 对比之后顺便在末尾凡尔赛了一把 熟悠熟练有什么意义 看看就好 这个回答的时间是2015年 所以我们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精英味道 它的本意是想拉低一下C919的技术 但是却暴露了大飞机的行业内幕 大飞机属于制造业的明珠 制造系统十分庞大 单单零部件就超过400万个 所以强如美国波音 欧洲空客 都没办法实现完全自主制造 只能采用全球供应链的模式 将风险 技术和研发等都分包出去 以波音为例 波音787的供应商遍布全球 除了美国本土外 还有日韩 欧洲各国 乃至中国等国家 波音自己进行承担了35%的份额 其他65%都来自世界各国的一级供应商 总计有23家 即便在这35%的份额中只有10%自主研发 还有25%是设计与组装 至于空客也差不多 都是采用国际通用做法 也就是主制造商加供应商模式 这种模式可以分摊项目风险 缩短制造周期 同时综合利用各个国家的技术优势 波音在很早以前就放弃了全国产自研 开始探索全球化模式 在极端的情况下 甚至连设计都鼓励供应商来参与 所以看待C919到底是不是国产大飞机 不能简单地从某个方面去看 而是要分为两个方向 一个是按照国际标准来评估它到底属于哪个国家 还有一种就是主观感受来评估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产化率 来判断它是否符合国产的特点 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C919都是属于中国的大飞机 我相信有些人看到这边一定会反驳我 可能也会列出很多的数据 但是先别急啊 我们不妨一个个来看 首先是按照国际标准 判断飞机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制造 一般有整机的产权 核心团队 关键环节三个方面来评估 而C919的C 其实就是中国和中国商飞开头的缩写 这是产权归属商飞 而研制团队则是以中国商飞为核心 涉及到的飞机设计 总装 是非 销售等关键环节也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所以从国际观力来看 C919是一架名副其实的中国飞机 这点应该毫无争议 有争议的是国产化率 有人说 中国既然连航空发动机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国产化之日可待 说句残酷的话 很多人都说 长江1000A发动机可以成为C919的核心 但实际上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 C919的航空发动机 是由法国CFM国际提供的LEEP发动机 由于他们不愿意转让技术 所以中国只能采用购买的形式 为了防止甲脖子的情况 中国航空发动机在2011年 开始自主研发长江1000A发动机 并在2017年在飞机上完成装备 并且电货成功 长江1000A在大小和推力等参数上 与LEEP发动机相似 几乎是为C919配套研制的 目的就是为了在极端情况下 能够快速取代LEEP发动机 长江1000A发动机在研发初期 采取公开招标的全球供应链模式 性能和性价比都很高 所以才会被采用 但这里有很大的一部分技术 是源自于全球各家航空公司 航空发动机一般由进气口 压缩器 涡轮 燃烧等组成 由于需要承受高温和高压 对每一个零部件的材质 都有严格的要求 有些材料中国企业没办法造出来 比如进气口上叶片 一般使用钛合金或者复合材料 长江1000A的上叶片 是由英国摩根先进材料集团制造的 而压缩机需要高压 由德国MTO公司提供技术 燃烧是需要耐高温材料 是意大利Alvio公司制造 虽然有极少数被国产替代 但是大部分核心系统 还是依赖合资企业 除了这些 剩余的部分才是由 法国CFM国际和国产产家制造 也就是说 虽然长江1000A号称国产 但它的核心部件 大部分还是依赖进口 如果遇到极端的情况 我们的长江1000A 能否顺利取代进口航空发动机 还有打个大大的问号 事实上 类似的情况在C919上也是一样的 C919的国产化率 虽然号称60% 但其实在这60%中 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依赖国外的技术 以飞机的十大核心系统为例 其中 航电系统 就是类似飞机控制系统的总开关 由上海昂记航电提供 它是中美合资公司 控制飞机稳定和操纵性的飞控系统 是由中美合资飞控企业 红翔和鹏翔共同研发组装 提供对话和数据传输的通信导航系统 是由中美合资企业 中电科科林斯研发 控制飞机起降和安全保障的轮胎生理系统 是由中德合资企业利波海尔研发制造 还有液压系统和航空系统等 也是由中美合资企业提供 这些合资企业数量高达16家左右 尤其是美国企业 占有技术主导地位 十大核心系统里 只有整体制造 是由中国商飞核心团队研发 中国的航空业整体还很落后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心里就耿耿于怀 我们只造了一个壳 凭啥能叫国产化 以及它背后的前景和远见 为什么越专业的人 越称赞C919是国产之光 比如C919的制造商中国商飞 比如参与研制的院士和科研人员 比如官方媒体等等 还有航空教师和爱好者 这些人是集体被洗脑了吗 当然不是 而是他们经历过运时和亚洲快车的失败 才会坚信C919是一次成功的中国制造 中国大飞机经历过三次重量转折 分别是运时 亚洲快车A100 以及C919 运时这个事大家都知道 它是中国首次自主研制的喷气式客机 在1980年成功试飞 填补了国内大型飞机的空白 当时国际市场上对运时的评价非常高 波音副总裁评价说 运时不是波音的翻版 而是中国运输机十年锻炼的成果 路透社说 能造出运时 中国已经不是落后的国家了 大飞机的魅力就是这么大 但非常可惜的是 因为技术和市场双串不足 运时在市场上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原本它还可以慢慢改进积累 可在那个年代 国内到处都需要用钱 迟时得不到市场任何的运时 只能被迫下马 给其他科技项目让道 中国大飞机也错失了这次机遇 相比于运时 亚洲快车项目知道的人更少 但是它的命运更加让人心酸 结果也更让人心痛 运时下马后为了民航工业发展 我们在80年代初期 制定了民航三步走的战略 民航飞机按照路线 可以分为支线和干线飞机 干线飞机又分为干线窄体和干线宽体 体量和难度依次上升 所以我们三步走的战略是更加踏实的 按照先移后南的步骤来 第一步是制造支线飞机 第二步是与国外联合设计 干线窄体飞机 第三步是在2010年时 实现自主设计和制造 180座干线飞机 其中第一步是中国和麦道合作 成功制造了麦道8090系列飞机 而第二步就是AE100项目 AE100的AE是Asia Express 翻译过来就是亚洲运输 之所以冠于亚洲的名号 是因为它是由中日韩三国联合制造的大飞机项目 这是少数由亚洲大国共同主持的项目 当时韩国大跃集团先找到中国合作 说你看欧洲联合起来搞空客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联合起来搞个亚洲空客 双方商讨之后决定由中国负责设计飞机 然后由两国联合制造100座的飞机 由于中韩两国飞机制造技术不够 所以后面又邀请了波音公司加入合作 波音又拉着小老弟日本入伙 于是中日韩三国就凑齐了 A100项目也诞生了 在项目诞生的初期 前景还是很好的 首先三个国家各有技术优势 日韩有钱也有一定的零部件制造技术 中国有钱有市场优势 其次当时的波音和空客 还没有100座的飞机机型 如果A100能顺利下线 那么市场化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站稳脚跟之后再徐徐图支 必成大器 但是这么好的一个项目 却遭遇到了滑铁卢 人一多矛盾就大 谁都想掌握主动权 经过一顿操作 先是波音坐地要价后被踢出局 后是韩国退出项目 在与卖道空客合作失败等等事件之后 A100项目迟迟无法推进 在之后项目就搁浅了 1998年 A100的100亿专算资金被撤回 宣告项目正式下马 中国民航三步走战略 还没有走到第三步就彻底失败了 最后 中国民航市场只能被波音和空客两家瓜分 但是相比于市场 中国的人才流失和产业断档 更加的让人悲痛 1998年 国防科工委在产业规划中指出 2010年前 中国不再搞整机研发 彻底宣告中国民航产业的落幕 A100的研发人员悲痛地呐喊 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研发飞机了 中国那些专业的研究人员 专家以及科普作者和爱好者 经历了相当长的黑暗时期 直到2006年 中国成立大飞机的重大专项 我国航空研究人员才看到了希望 2008年 C919项目正式成立 中国航空产业终于在断旦十几年后 重新启航 而这一次 我们的准备也更成足了 C919吸取A100步子过大的问题 制定了长达30年的自主研发计划 在短期内 国产化率目标定在10% 中期定在60% 而长期则是要实现100%的目标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技术要一点点的功课 但是有一个前提 C919的知识产权 一定要掌握在中国手里 不能再重蹈A100的老路 这一次 中国航空人士 中国航空爱好者 完全赞同这样的理念 表现得极为耐心 只要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那么我们仍有希望 所以当普通人把目光定在一年时 我们的国产化率就只有10% 所以它可能都不算是国产的 而当我们还在争议C919 是不是中国制造的时候 那些经历过运势和A100的亲历者们 则是把目光放在了10年 乃至30年之后 所以你会看到那么多的人 认定C919就是国产之光 因为他们占得更高 所以看得更远 等我们实现100%国产化时 它难道还不算是国产之光吗 所以我才说 就算按照国产化率来说 C919也是国产大飞机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目标真的能实现吗 答案是 完全可以 C919的最大价值 不在于它是不是国产大飞机 也不是它用了谁的技术 而是它将给中国航空业带来变革 将会培养出自己的航空人才 这价值比国产化还要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还要从C919如何实现国产化 如何培养人才的战略说起 在运势和民航三步走战略失败后 中国民航飞机是非常困难的 人才和产业链都出现了断档 没有人才 就算给你机器和技术 你也没办法造出高性能的零部件 所以C919在项目初期 就需要解决三大难题 短期内 如何实现市场化 中期如何实现人才培养 长期如何全面国产化 可以说 在C919启动时 制造技术啥都缺 面临的问题非常多 这也是项目在初期 只定制10%国产化的原因 但好在我们不缺市场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民航市场 根据商费预测 到2036年 中国将有8575架新级需求 市场空间8万亿 只要C919能占据1%的市场份额 就可以占完脚跟 国家强大了 我们也不可能重蹈 运势没人要的风险 可以一边市场化 一边培养人才 再用人才实现国产化 为了培养人才和中国制造 C919在制造过程中 只要是我们无法实现国产化的技术 都会进行战略储备 一般分为两种方式 一个是能合资的优先合资 先购买国外转让技术 然后在国内进行研发和制造 如果不能买 就先用国外技术 然后再进行国产研发替代 举个例子 在C919开始前 中国没有一家研究飞机航电系统的 航电是将雷达 导航飞行管理等 很分散的系统集中在一起 相当于飞机的大脑 也是飞机的十大核心系统之一 但是中国并没有这方面的技术 所以C919就采用合资的形式 由中航工业与通用公司 共同成立航技航电公司 共同研发这个系统 一开始时 航技在美国 法国和中国 上海 都建立了研发中心 由于缺少人才 所以美国和法国研发中心 更多的是为中国输血 中国的研发中心 有一半以上都是外国工程师 但是随着项目的推进 航技开始积极搭建国内人才梯队 采用二八法则 边学边锻炼 先后投入数百人到研发团队历练 直到现在 航技航电里有98%都是本土工程师 实现了人才造血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各个合资公司里 比如机身的铝铝合金 飞控系统的飞行控制率算法 以及发动机的钛合金材料等等 都已经实现技术和人才的搭建 事实上 按照我们的长期规划 在每个系统中 我们都安排了合资公司 或者国产替代方案 这些团队或许还很智能 但却是我们的新兴之火 当我们还在质疑C919是不是国产时 C919的工程师们 完成了一个个了不起的突破 就像新兴之火可以聊员一样 未来C919全部国产化 也完全可以做到 而这还只是中国大飞机的初步计划而已 我们还有比C919难度更高 体量更大的干线宽体飞机 C929也在研发当中了 它也会走C919一样的道路 披荆斩击 所以我才说 C919不管从哪方面来看 它都是国产大飞机 C919市场化的做法 正是结合了历史教训后 探索出来的一条道路 它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完全国产化 而是对航空产业 对航空人才的革命 当我们有市场有产业还有人才时 我们要做的 不过是对民航产业的再次颠覆而已 就像我们对顿购机 对基建对高铁的颠覆一样 路漫漫其修远西 无将上下而求索 前辈们在探索 我辈们应当追随 工程师们在努力攻克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做 当然是点赞支持咯 我是熊猫 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 我们下期见